1949年國民黨撥遷到台灣來之後 一直想反攻大陸 不過之前跟您介紹過說 其實真的蔣介石很想做 都沒有成功 不過事實上 中國也很想統一台灣你知道嗎 當時他提出好多次的國共合作 而後來為什麼也沒有成局呢 原因在於是兩岸的密使 其實真正的已經被台灣派過去 有見到毛澤東 但是後來還是不了了之 最後成局 導致現在中國一邊 台灣這一邊 事實上國共曾經在 這個所謂的西安事變 也包括這個抗日戰勝勝利以後 在美國的調停之下 那麼由美國大使親自到延安坐飛機 把毛澤東給接到重慶來跟蔣介石 大談合作的問題 當時是希望結束國共內戰 但是反而替共產黨 爭取到更多的時間 那麼到第三次的時候 事實上跟各位說 兩岸密使不乏其人 因為很多人都希望 能夠在這一塊留下自己的名 甚至於有很多的利 所以兩岸密使一直到現在 就即便民進黨的新政府 跟對岸中國 現在好像有點鬧了 有點僵 還是有人很樂於 要當所謂的兩岸密使 有些人這個等於說自己想辦法 有歷史定位 有名有利也許 當然有名有利 有歷史定位 何樂而不為 對不對 那麼事實上第一代的兩岸密使 我們要從1956年說起 1956年的時候 當時兩岸剛好分治了一段時間 那麼蔣介石也重新在台灣 他下野後復刑逝世 復刑逝世執行他的總統勤務以後 又經過了第二任的總統的選舉 他當選了 所以在那個時候 1956年的時候 兩岸非常緊張的時代 1956年 那麼蔣介石在台灣收到了一封 來自於中共中央的密信 這個密信裡面 當然是不乏所謂的統戰 就是希望國共能不能有代表 來談一下有關於所謂合作的事情 當時蔣介石心裡想一想 就是談一談倒可以 但是要我屈從是不可能的事 看你對方出什麼招數 對 但是談一談不妨 但是要談要找一個人 所以他找了他的學生 1957年的時候他找了宋宜三 宋宜三是他的學生 各了他二十幾年 然後也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那麼他在大陸的時間 跟了他的以後 後來一直留在這個等於說香港 所以因為 為什麼特別找宋宜三 因為他的弟弟宋西連 是國民黨將領 後來就被俘虜了 所以關起來了 他可以用探視探視的名義 到中國去 對 到時候我可以國民黨不承認 蔣介石完全否認 可以切割 對 沒有錯 那麼派他去探個虛實 對岸到底想幹什麼 所以宋宜三就從羅浮 然後深圳一直廣州以後 那麼搭火車 直搭北京 當時都是由周恩來 其實周恩來才是 中國最厲害的一個人物 雖然他都屈居第二 他都在毛澤東的後面 但他其實是很厲害的一個人物 所以他親自接見了宋宜三 然後跟宋宜三講了以後 就是有關於到底是有什麼 要釋出什麼樣的善意等等 就交給統戰部長 李姓的統戰部長李維漢 那麼來跟他談 後來宋宜三談了以後 還帶了一些 周恩來送的一些單樓 就是茅台酒還有中華菸等等 帶回來要送給蔣介石 不過蔣介石畢竟是腔是老的辣 先叫他在香港 把相關的東西先給我看一下 叫他先不要回來 到底你去了這一趟得到什麼 從他半個月 兩個禮拜 你跟他談了什麼 先報告 對 對岸有什麼要求 對岸有什麼可以跟我們談的 你先讓我知道 你現在再回來台灣 他怎麼說 結果他總共寫了 1萬5千多字的書面報告 那都不重要 為什麼 因為最後一行才是最重要 最後一行是他這個建議 響應中共的要求 中共的提議 這一點就讓蔣介石 勃然大怒了 為什麼 建議什麼提議 裡面其實有 最主要是有四大提案 然後第一大提案 當然是有關於 國共進行所謂的 兩岸的和平統一 祖國壯大 講這個 聽起來是 聽起來是很好的名稱對不對 可是前提是 再來就是 他讓台灣有絕對的自主權 這就是一國兩制的誘因 引誘你來 最早期的一國兩制 民主大義 一國兩制 讓台灣有自己的自主權 然後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那個中間過程度不重要 最重要是在第四點 要求美國跟美軍退出台灣 因為中國內政不容外國干涉 我跟各位說 如果當時美軍跟美國退出台灣 台灣就嬉嬌嬌 就被收走了 很簡單 他隨時可以打過來 就再見了 蔣醫生 你那麼笨吧 對 沒有錯 蔣介石不可能全部接受 不可能全部接受 原因是因為 你這些都在是表面上 事實上你表面上跟我談 但是我就成為你的一省 然後你要求美國不能保護 我就完蛋了 你一來的話 看起來好像兩邊很好談 事實上就是要吃掉我 所以蔣介石非常生氣 再加上宋怡山講的那句話說 他建議 他認為對岸有這個誠意 所以他建議接受 完了 蔣介石火大 你不用回台灣了 不用再回台灣了 不用回來了 不用再回 由香港 不用再回的意思是說 以免回來影響別人 沒想到才區區15天 你就被赤化 就被共產黨給統戰了 你知道嗎 那就白口莫辯 宋怡山就白口莫辯 就沒想到1973年 宋怡山又幹了一件事 他參加了中共的一個 等於說全國人大委員 張勢川的一個追思會 去世了以後追思 他跟另外有三個台灣的政治人物 結果消息傳回台北了以後 很簡單 直接把他立法委員拿掉 你知道嗎 你投共嗎 你怎麼會去參加對方的 在那個還很敏感的時代裡面 你去參加一個張勢川的 等於說追思會就是投共 你知道嗎 你的身分不適合去 沒有錯 所以他那個宋怡山就覺得 第一次就覺得 身為第一個兩岸密使 結果我的下場是這個樣子 其實不是密使 重點在於跟各位說 他在1957年去了以後 露到這樣的下場 對不對 老共馬上惱羞成怒 為什麼 各位還記得嗎 1957年宋怡山去了隔年 1958年發生了什麼事 823炮戰 40幾萬枚的飛 就復打了 那個炸彈對不對 炮彈全部丟 往金門 就全部就炸了 那麼事實上 在2007年 2003年的時候 有一個大陸作家 叫做葉永烈 滿有意思的 他到日月潭去參觀 日月潭不是很多的路客 就參觀了以後 他在韓碧樓的紀念館 發生了一件 發現了一件 他滿有 他自己覺得驚為天人 這個東西是很大很大的一個事實 事實上其實早在30幾年前 在我國的很多什麼軍事的 特種部隊的機密的情報裡面 就有這個機密了 是誰 曹巨人 曹巨人是誰呢 跟各位解釋一下 他是1900年出生 曹巨人他自己本身 是一個戰地記者 是中央社的一個記者 他採訪過一些 當時跟日本人抗戰的時候 很有名的台兒莊戰役 他有採訪過 然後後來他最主要他人生 改變他人生 是因為他認識一個人 他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後來又到了江西幹南 認識了當時的蔣專員蔣經國 蔣經國那時候 非常的義氣風華 非常的年輕 熱情 跟我們想像中的老年人 講英國不一樣的 他是喝酒 跳舞 他是很會講笑話的 你知道嗎 他全身充滿了活力 然後充滿了幹勁 他到幹南去了以後 等於說新的氣象等等 他就認識了曹巨人 那麼曹巨人跟他認識以後 他邀請曹巨人來當當地的 政氣日報的相關主編 給你編就對了 兩個感情好到什麼時候 過年的時候 蔣經國帶著他的這個 等於說副官對不對 直接挑的年貨來吵架拜年 然後把吵架的小孩子 抱起來 包個紅包這樣子 你就知道感情多好 當然到後來蔣經國 包括梁蔣他們後來 不是退守了以後 剛好曹巨人到了香港 也是一樣在香港 成了新加坡的這個 南洋商報的一個駐香港的記者 剛好因為香港其實就是 東南亞跟所有的兩岸之間的 諜報中心 當時的香港 所以後來在1957年的時候 一樣就在宋怡山的同一年 因為梁蔣很重視一件事 一直有情報回來 有關於毛夫人跟這個 等於說王太夫人的墓 被炸掉 被毀掉 對梁蔣來講 這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你知道嗎 他要知道到底有沒有 所以後來就派了曹巨人 回去看看 就是另替宋怡山後來的 第二管道就對了 有沒有搞這個在中國的祖墓 對 沒錯 結果曹巨人 就真的去看了 看了以後眼見為憑 拍了照片 有嗎 拍了照片回來 好後維持得好好的 王太夫人的 然後包括毛夫人就是 等於說蔣經國的媽媽 他們的墓都維持得好好的 而且中共還特別派人去守住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 中國共產黨厲害的地方 他對統戰非常厲害 因為蛙嶼的墓 沒有什麼意義 泄恨而已 但是我保留住 反而對統戰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時候 他就釋出善意給相關的 包括兩蔣 尤其是蔣經國等等 後來就 後來老蔣知道了以後 看到照片了 他認為你有空的話 可以多去對岸走走 叫曹巨人去對方活動活動 對岸走走的意思就是說 可以兩岸有時候 再瞧一瞧 我們不方便出面 他變密使了 那時候沒有什麼陸委會 海積會這都沒有 他就是早期的海積會 他就可以 曹巨人 就可以兩岸這樣走走走 一直走到我剛剛說的 那個葉姓的大陸作家2003年 發現的那個是什麼東西呢 1965年的7月20號 梁蔣父子在日月潭的韓碧樓 接見了曹巨人 談的是有關於那一年 他去北京見了毛澤東的事 真的有見到 之前是周恩來見的 宋義山事實上只有周恩來 那麼1965年的時候 曹巨人還除了周恩來之外 還見到了毛澤東 所以釋出更多的善意 釋出的善意是包括什麼 因為毛澤東你要知道他本來是很將的 歌姓很將的 但是老了 大家都老了 所以第一點 當然還是什麼兩岸祖國統一之類的 但後來就放出了一些比較多的善意 比如說還是台灣維持自主 你們包括你們的軍隊 包括什麼東西 你們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狹下一省 但是你有自主權 而且蔣介石不止跟他這個部下 願意回到中國的任何一省都OK 你們就可以拿一 你們到浙江鳳化 到哪裡都OK 都讓你們自主 你知道嗎 然後還甚至於說 不是 蔣介石很喜歡去廬山嗎 廬山是一個歷史性的一個地點 可以直接畫江西廬山 成為你自己本身 你就來這個地方 他願意嗎 當時傳出來的是這個樣子 中共願意 喬好了 可是你不要忘記 我說的願意 我隨時可以反悔 而且你在我花花江山裡面 我講難聽一點 不管你在浙江鳳化 還是在廬山 我隨時可以把你抓起來 對不對 所以講了很多 當時雖然講了那麼多 但是前提還是一樣 還是必須包括所有的美國人 包括所有的所有人 全部都離開 我問你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還不是跟當時1957年的結果一樣 因為很可能到時候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我答應你了 結果到後來你還是把我吃掉 你把我軟禁不就得了嗎 對不對 所以後來還是放棄 你不要忘記 就在當年1965年 也就是民國54年 正好是蔣介石準備執行 國光計畫反攻大陸的時候 後來還本來要派幾萬個人 直接要登陸上 這個等於說中國大陸去嘛 所以後來兩次的 相關的這個國共特使密談 最後還是無疾而終